可以说中国人几千年来受苦受害最大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总想找个明君 总想说有一个能者强人是伟大的 就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是王八蛋 如果你非得要在这个皇帝里面找一个所谓的所谓一个圣贤 我觉得就麻烦很大 汉武帝控制欲极强 乐于格式化全国人民大脑 这个是2020年的一个文章的题目了 是这个葛建雄的学生 张宏杰说的了 我把它做成视频就不知道能不能过了 所以说你们要警惕朋友们 一边种着毒一边反着毒 要警惕一点这个东西 结实大道 没有一个好东西 所有的皇帝